您先来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 观众上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再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在看这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得到门道 我们YouTube频道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来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因为您的捐款民众的捐低支持 才是让我们能够持续走下去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让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好的报道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要来聊一些 聊一个话题 这也是我们节目当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 台湾高等产业教育的问题 就是高教崩坏的议题 事实上大概谈了10年多的时间 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好像有一点点起色 但是在起色的同时又有一点点在崩坏 因为民间的团体包括高教官工会 或者是很多的工会团体教师团体也都提出了非常多的建言 那教育部似乎有一些回应 但是这个回应是不是足够 也值得我们要再进一步的讨论了 比较有趣的是其实在去年底的时候 高教工会开了一个记者会 这个记者会的主题提到了在现在的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 这些所谓教育的改革当中 虽然这个教育部提出了一些解方 但是解方仍然存在了一些偏差的部分 那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高教工会也接连开了两场的记者会 指出了包括退场的问题 包括了这个专案教师等等的问题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高教工会组织部主任 林博宜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 博宜你好 中相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博宜来接受我们节目当中接受访问了 那特别要先请你来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五大弊病是什么 不过在谈这个五大弊病之前 我想要先请你跟我们讨论 在这个年初的时候 你们就开了一场记者会 这场记者会就是跟所谓的南农科技大学退场有关 我们知道南农科技大学过去因为贩卖学历的 这个事情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然后也看到他要退场 不过最近好像要有新的这种所谓的枕装待发 要去开设这个所谓的贵族中小学 这是怎么回事呢 南农科技大学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 因为前校长跟学校的董事 联手贩卖假学历假论文 导致当时成为高等教育的一大丑闻 那甚至演变到后来南农科大这个前校长 黄农亮先生也被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都判刑15年 以贪污罪诈欺罪然后判刑 那学校在2020年的时候就二月份就已经停办了 当时的学生跟老师就默默被迫要离开学校 这样的一个退场学校的一种状态呢 可能社会大众比较没有注意到的是 南农科大的董事会并没有跟着退场 南农科大学校的这个校产到现在至今 都还有六亿之多 土地建物都还没有一个由政府重新介入良好的规划 结果悄悄的我们在最近得到的讯息 南农科大的董事会不但没退场 他们想要借由副办会图小学 来让董事会不用退场不用解散 然后可以继续掌握着南农科大六亿元以上的 学校校产来进行其他的开发使用 那我们认为这是相当不合理 而且违反退场应该要由政府重新规划 使用既有的教育资产的基本原则 所以工会在年大概一个月之内的时间呢 我们就立刻召开了记者会 诉求教育部不要核准这样的一个改制案 然后要求让南农科大董事会竞速应该也要退场 然后由国家重新来规划使用这块应有回归到教育使用的图 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要再继续的请教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学校退场 那董事会不需要跟着退场吗 或者说学校退场 董事会要先改组来去处理这个退场的问题吗 第二个就是一个退场的学校 他们要改制成为别的用途 这边用途也是符合某种的公益性 例如说办中小学也是一个公共服务 也是一个教育服务 这样子不可以吗 这样子又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在正常的情况下面 我们社会大众也都会认为说 学校如果你能够侵犯可以继续侵犯 当然是对社会是一件正向的事情 假如你倒不能侵犯了 可能因为少子化甚至以南龙的案例 它是因为犯罪 然后各种丑闻弊案 导致学校可以算是一种恶性倒闭 那当然董事会跟学校应该是要共进退 不会有一种情况叫做学校倒了 董事会却可以挪用学校的资产 但因为在旧的私立学校法的规范里面 其实存有一个可以算是公然的漏洞 就是说学校尽管停办 其实在三年内 董事会如果可以将学校改制改办 为其他教育阶段的学校 或者改制为其他的事业单位 那么这个董事会就不用解散 学校的土地建物 董事会还是可以继续来使用 那就衍生出长期的一个 可以算是一种办学上的道德风险 我们历来看到很多的退场学校 他未必是真的不能办学的 反而是董事会有意的 及早把学校可以算是及早的关闭 来图谋改制改办的利益 所以在去年2022年退场条例 私校退场条例正式立法通过 其实是杜绝了这样的一个弊端了 是有意要让私立学校 如果你要停办 其实两个月内就要解散 而且停办前的停招阶段 就要改组由公益董事进场 还有里面包含教职员董事 那因为南荣科大师2020年就退场 是在退场条例实施前 就退场的案例 所以这个案例变成要靠教育部 用行政准博的权利 不核准他们的这个改制案 才可能可以妥适的来解决它 那是说改制为中小学 或者有些人说要改制为长照机构 社会相关的想象当然很多 但工会这边可能会呼吁 最关键一点是说我们就是要让学校 土地建筑做其他的活化使用 我想社会大众可能都是相当期待 但是这个活化的主导者 其实已经不合适由原来把学校 已经算是半岛的这个董事会后 他在可能缺乏足够的专业 财力或者能力的情况下面 在致意的来使用学校的这个既有的 这个土地跟建筑 因为通常高等教育其实这个土地建筑的累积呢 其实不是私立学校的这个董事的私产 它其实是来自于教育部的补助 免税 然后纳税人的这个相关的协助 或者一开始创办人的捐赠累积而成的 所以其实它应该要回归到这个事业单位 本来既然高等教育累积起来 这个基金是要以办学为目的 其实要由既有 就是说以办学为目的为核心 那原本的办学如果不行了 那政府应该要进场介入 来让这个剩余的基金 还是有妥善的使用 你的意思是说退场条例 失效的退场条例是在去年年底通过的 那但是去年通过 然后南农科大是在2020年就已经宣布要退场 所以他事实上没有办法符合这样的一个退场条例 所以如果今天他要再做这样的事情 在法律上 似乎是没有不合理的 没有不可以的 但是变成是在教育部的行政单位 他的财良权 可以去做准薄与否的这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是我比较好奇的地方 就是说 这些都是所谓的工采 我想这没有问题 就像刚刚博宜有提到说 这些私立学校我们都有一些错误的见解 就好像只是好像别人拿出来捐的 所以这个董事会可以自己拿回去 可是没有想到过 这个董事会其实是不断的在改组啊 甚至那个早期的 我们看到很多学校历史 早期的捐赠人 早就被人家掏空 或者早就已经被人家斗争斗垮了 或者是被人家这个资产 不知道怎么样拿去做各式样挪用 更何况 所以他不见得是属于现在这一批董事会的 更何况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说 这些学校的经费 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学生的学费 有更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学校的教育部的这种 所谓的各式各样的补助 或是各式各样的经费的支持 所以它是一种所谓的公共财的概念 所以你们也不反对说 可以去做其他的公用事业 可是现在的问题来了 像南农科大这个例子 恐怕也会有好几件 就是这些学校可能一开始 就是并不符合退场条例 但是这个董事会可能也没有改组 或者是有改组 那但是大家都想要去做一些公益事业 那到底谁要来处理 让他可以转型是符合一种公益事业 或是符合这种公共事业 能够让这些所谓的资产公共化 在实际上面执行上面 它没有什么样的困难吗 的确 所以其实历来我们目前的经验来看 像现在台湾大专业校退场 大概已经有六七所之多 其实如果没有由政府及早来介入处理 目前为止的案例 基本上由既有的董事会来转型 然后或者改制 基本上都是失败的案例 所以失败案例就是说 这些学校在退场后 因为董事会没有立刻的退场 但是他们其实本来也就 没有能力继续经营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学校才会算是恶性倒闭 那甚至都还有欠债 那一个这样的能力不足的董事会 然后政府又不及时介入 看到的情况绝大多数就是校场闲置 那学校的土地建物 它的资产就立刻折旧 每一年都以上亿元 一间学校上亿元的这个速度 在损失这个既有的财产 所以在退场条例的立法的过程里面 我们是不断强调 就是说学校如果要停办 那政府之前就要及早介入 那因为这个代表说 要停办通常是代表说 学校董事会没有足够能力来营运 那但是土地建物还有学校借有的私生 都还需要妥事的照度 所以如果政府能够及早介入 借由甚至政府也可以驿注 透过退场基金 及早来驿注一笔资金 来让学校停办后 不会进入荒废的状况 而是能够立刻规划为其他的这个 举例来说好了 很具体 就是说有人会建议说 很多地方型的学校 其实他可以并入在地的 公立大专员校 成为他们的附设专科学校 这也许也是一种比较正面的规划 或者也许在地 他需要其他的公民事业 就是例如说 现在说要做长照也好 或者说他可能需要更多的 公立的社区的图书馆 相关的社区活动中心 其实大概都是由政府重新进入 然后来规划使用 他比较有可能达到 那就是有些人担心说 政府会不会僵化 或者缺乏能力呢 那政府也可以考虑 透过公开招募相关的团队 例如说 有教育理念的实验教育团队 那重新来规划办理学校 这也是一种规划的方式 但都比由既有 没有足够能力的董事会 继续把持校长 然后闲置浪费的状况会好非常多 也就是说现在的董事会 因为出了问题 他才会让学校经营不善 当然不能说完全怪董事会 因为这个学校经营困难 他有很多很多的环境的因素 包括教育部的政策 包括所谓的少子女化的问题 但是董事会 我们看到很多的状况 并不是因为这个纯粹外在问题 而是董事会 他可能无心经营 或者是他本身有很多的弊端 或是很多这种变成是家族事业所造成的 这样的一种结果 那当然在这过程当中 如果是这样的一种例子的退场 要由这个董事会要来做 这样的一种转型 当然会让很多人觉得害怕 会担心 既然大学办不好了 那你让这一边 特别是有一些弊案的状况 再去办其他的这种公益事业 会不会做得好 会不会有问题 也是会让人家觉得很担心 焦虑的问题 所以如果以南农科大的这个例子来看 教育部目前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里面也开了记者会呼吁了 他们有什么样的回应 其实教育部的态度 至今还是蛮暧昧不明 刚我们讲到说南农科大 2020年2月就停办了 所以按照教育部自己的法规 其实三年内 只要没有通过改制改办 三年已经到了 就是2023年的2月就快要到了 距离现在可能剩十几天 只要没有核准 其实就是要停 就是要解散这个斗事 但教育部却又同时 抛出一个暧昧的讯息 他的意思是说 看地方政府的态度 台南市政府只要核准 教育部似乎就不会有意见 但如果台南市政府不核准 那教育部就会来执行解散 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有点类似 就是踢皮球的一种态度 因为南农科大 它毕竟是大学 主管机关就是教育部 那土地建物 还有原本的政府补助 也是教育部所容许的 那地方政府 在这里面的角色 当然是在未来里面 假如说变成 想要变一个贵族小学 那主管机关是地方政府 他们地方政府有权责 但是现在的审查 应该还是要回归教育部 所以我们当然很担心 教育部会不会 因为我们从各方的讯息听到 他们本来是有意要趁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就悄悄让他过关 但是因为南农科大的这个丑闻 真的在高等教育里面伤害太大了 所以可能他们也知道说 如果他们现在来纵容他去改制改办 而且特别是在去年退党条例通过后 表象上教育部一面宣称说 他不会让失效的这些办学者拿到利益 但如果他这个时候又重放一手 那以后可以算是后患无穷 其他要退党学校都一定会想要比照办 所以眼前还在角力当中 我们的确是呼吁台南市政府 或者教育部都一样 这样的一个恶力不应该轻易的开启 那反而是尽早解散南农董事会 由政府的力量尽快不要再让土地建物闲置 南农在台南的盐水 这个相关的地区社区 也会需要这块土地建物 重新回归到他们再提 可以回复相关的教育活动 相关的社会发展的中心 那我们是希望政府可以扛起这个责任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就法论法 就是教育部应该要去先解决 南农董事会的这样的一个解散的问题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改组的问题 然后才能够再去谈后面台南市政府 是不是准驳这个案子 能不能够同意的问题 或者是在教育部本身就应该来决定 可不可以准驳这件事情 我们的确其实最呼吁是 其实本来在弊案发生的时候 教育部就应该要进场解除这个 有犯罪相关状况的董事会了 但当初教育部没有这么做 他们是吵吵让学校停办 那这个亡羊补牢 就是说他现在要这么做 基本上也还是可以向法院申请 但假如他不直接改组董事会 他也至少可以做一件事情 是说因为刚才讲的三年期限已经快到了 他只要不核准 这个南农扩大董事会的改制改办案件 那么依法三年一到 教育部就有按照司令学法 可以解散南农董事会的权利了 所谓解散不是解散个人职务 是解散董事会 把董事的法人解散后 土地建物相关的剩余财产 就按照捐助章程要来妥事使用 那捐助章程基本上目前的写法都是 包括我们的市交退场条例也写到说 就是应该要由政府重新进场来规划 所以关键点是眼前的这一个 一月底的大县 他们不要在这之前 贸然的核准通过 基本上政府就有进场的空间跟权利 新年的年初 其实高教工会 去年年底的时候 高教工会开了这一场记者会 叫做2020高教年度总体检 街舞大病症 教育部开措 处方 病情加剧 恶化 那一共指出了五个重要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刚才也特别谈到在第一点就提出失效退场条例上路 然后双轨制 然后留下效产 然后造成很多的漏洞的产出 那这当我们跟他谈到的是在南农科大的例子 我想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例证 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那再回过来邀请博卫来继续跟我们在讨论 这五大弊症当中 其他的四个弊端到底谈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在这里 麗麗恩 康吉 大家好 在里空 里空年的理會 天白 晚上又高高 天 回来这次 已经提醒了这件好好 要再训回来 申请说 要改做 修理的旗族修校 所以 他们有来让教育部应该要鼓掌这项申请 时间到就要把这件好好来改参 已经在里空 里空年理会受教育部名领天班 南农科大经过政好政 红农粮设计不及合理的事件 有个发生为法欠薪水 既在户慰问金顶政绩 各个工会会在既行记者会计算 南农科大所想要申请改静学校 变成辞立的旗族修校来衍生 让有教育部应该严谨来议计算 这种不是人的办学者 我们可以让他再来改制办理 贵族中小学吗 这有教育正义可言吗 犯法犯罪 贩卖假学力的人 可以再来办学吗 各个工会计刺 正好订阅红农粮因为收纸 早期保护阎判刑15年 但整个当初会都知道 甚至有生云和参与其中 已经明显是没有设定的办学者 应该比较适合体重条例的意志 把村的学校祝散有6月 非几政府中心几回作为公共交易输用 如果这个恶力通过的话 那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接下来其他退场的学校 是不是也可以寻此恶力 违法乱纪 如果我们加一步失智的放水 那失效退场的一个破口会非常大 各个工会计划 好当年是接受政府的保祖 是公共财 共条南洋科大 应该2天班3年期末 也就是在今年理会 马上来实行改善 但这危险还没看到教育部的台独 到捷告进行教育部还没回应 现在您节目的欧行中台报报道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和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 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 收听收看 也欢迎您透过捐款的方式 支持我们 让我们一起可以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高教工会的组织部主任 林博弈来跟我们聊天 博弈你好 中小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博弈在上一段 跟我们分享讨论了 也分析了南农科大 在董事会 在失效退场之后 所面临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本身 也暴露出现在的高等教育的一些弊端跟现象 好那在去年底的时候 其实高教工会开了 这个一场记者会提出了五大病症 这五大病症包括失效退场条例上路 包括在职专班所造成的学电化的问题 包括专案教师所面临到的不平等待遇 还有包括这个公教退府的这种不确定给付的 这个新的制度所产生 对于新的公教人员的一些打击的这种状况 还有所谓的门神的问题 也是一个长期关注的这个现象 那你们的标题是很有趣 叫做2022年的高教年度总体检 皆五大病症 教育部开措处方 病情加剧恶化 也就是教育部不是没有在面对问题 也提出了处方 可是这个处方其实并不是对症下药 而且还让这个病情更加恶化 可不可以请波依来稍微帮我们先简单的解释 解释一下或介绍一下 这五大病症 病病到底是哪五大问题呢 OK好 工会历来的确就是面对高等教育 发现环境越来越恶化 但高等教育的问题很多 有些是制度也是法规 然后涉及的有老师有学生 有学校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去年底 就有意识地想说 我们应该每年都要至少来做一次 年度的体检 那体检看看 目前今年的高等教育相关的状况 有哪些重大的弊病 那当然有些弊病是长年的弊病 有些是今年度特别发生的弊病 但我们都特别重视说 当年度里面这些状况的特别之处 那我们希望把它整理出来 每年都有辛苦的记录也鼓励社会大众一起来监督 那第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刚刚有谈到 私校退场条例在去年2022年5月上路 那社会大众对这个法律是相当有期待的 希望他能够一改过去私立学校退场的时候 师生被欺负 老师被强制失业 学生被强制转学辍学 然后校场可能又被突婴集团 或者董事会挪用的状况 那退场条例的确是做了一个 比较充分完整的规划 但是他也途留了一些漏洞 这是我们比较担忧的 其中一个漏洞是 教育部在退场条例通过和主动解释说 尽管退场条例通过了 假如一个学校没有进入到专案辅导的阶段 那所谓专案辅导是退场条例里面的 一个特殊的法律认定 就是说他要有欠薪的记录 有失之质量五成不达以后的记录 才要被进入专案辅导 最后要退场 假如一个学校没有被专案辅导 他想要自己就退场 那么也可以 而且他就可以不用受到退场条例相关 对私生保护的拘束 或者校场公共性的控制 那工会和社会上非常担心 如果这样的一种 教育部称为双轨制 就是说有退场条例 也有私立学校法的双轨制 如果这样来运作的话 很多的董事会图谋不轨 很可能在被专辅前 就主动来申请停招停办 那教育部也解释说 这样就可以规避退场条例 那很可能反而会让 法令保障的美意 就变成一场空 除此之外 第二点是我们观察到去年 非常社会乐意的 是在职专班的乱象问题 那因为去年等于有 在这个选举的过程中 很多人注意到 可能在职专班有一些 论文抄袭啦 或者是学伦不佳的状况 那社会大众关注的这个 少数的这个 个人性的政治人物问题 其实工会进一步检视 它背后反映的是 在职专班的制度问题 我们特别关注到 在职专班目前成为大专院校里面 等于算是一种摇钱树 社会大专院校又缺乏经费 政府鼓励大专院校 致意的开设在职专班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政府没有要求在职专班 要有等比例的师资 然后也不用有相应于 一般既有硕士班的入学门槛 然后休业门槛 这一切都可以由学校制制 同时还开放 让大学对在职专班 无上限的收取学杂费 那以至于我们看到 这当然不是通案 少数的个案自然在这样的制度下 会衍生成一种学电化的状况 它目的考虑是说 收取更多的学杂费 但是我们降低了入学 或者休业的门槛 然后我们也不用提供 等量的师资来做论文指导 所以各种的在职专班的教育乱象 我就会因为这样的失声 第三点是非常大专院校 这几年来越来越恶化的一个问题 叫做专案教师的问题 专案教师是我们既有的专案教师 以外的编制外教师 本来应该是补充性的 但这几年大专校发现这样的一个群体 便宜又好用 因为他们就业可以不稳定 一年一聘 明年有没有续聘 是完全超值于学校的判断 所以在去年 也因为监察院 应该说前年的时候就纠正教育部 常年放任 大的专业是要滥用专案教师 缺乏保障 所以教育部去年终于出台一个 专案教师的实施原则 要做一些规范 但工会也发现这样的一个实施原则 虽然是一个处方 但他处方是不足的 他没有明确的保障专案教师 在续聘的时候 一年一聘到期要续聘的时候 到底相关的续聘的要件 保障应该是什么 因为历来就是缺乏续聘的保障 导致于大专案教育 可以借由一年到期致意的不续聘 来压榨专案教师 那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充分改善 第四点是去年政府推动 公教人员未来的退府 要采取一个新制度 称之为确定提波制 其实用公会说话 它是一个不确定几步制 就今年起呢 期愿重新进入到高等教育 或者在担任公教人员的人 他每个退休金都会跟过去 是截然不同 完全采取是所谓的 个人账户式的提波制 那最大的问题是说 我们观察到这样的一个制度 相对于过去 他的年金的几步率 会有大幅的下降 从以前所得替代率可能有五成 在未来可能会下降到 只剩百分之三十六 等于大减了至少两成以上 那这样会打击下一代 公教人员的 这个相关的退府的待遇 甚至也会影响到优秀人才 还愿不愿意担任公教人员 那我们非常担忧 最后第五点 很多人会关注的就是说 这一些高教乱向的问题 政府为什么好像都没有积极的作为 或者开了厨房就又充满漏洞呢 我们观察到他有一个结构性的因素 是我们教育部的官员们 退休后直到今天都还有非常多的人 是在转任到私立学校担任高阶主管 不论是在国教中校长或祖密 我们通常社会中俗称他们叫门神 那门神的现象在教育节很多年 但是在去年我们的统计 还关注到潘文中部长上任后 至今都还有十位的教育部的高官 继续准备担任门神 那这是我们要求教育部针对 五大乱象进行改革的时候 的一个结构性的困难 因为他们可能未来 就会成为这些乱象的参与者之体 我们看到这是五大乱象 这五大乱象教育部不是完全没有 面对但是这个面对的方法 可能是有很多可疑之处 那我想最后一个谈到的 这个门神的这个现象 跟门神的问题 其实潘文中部长上任之后 没多久不是也提出说 要去解决这个门神的问题吗 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 这个相关的 我们有所谓的旋转门条款 所以国营事业 政府机关要去转任 官员退休要去转任到 其他的相关的事业 是会被禁止跟限制的 那教育部其实在 这个转任的过程当中 没有这些相关的法令的限制 那当时潘文中部长 不是提出说 他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吗 是的 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我国的公务人员服务法 是有规定 所谓的旋转门条款 但他的规定是说 公务员不可以到 他业务相关的单位 在退休离职后的三年内 不能到相关单位 从事盈利事业的地方任职 但是因为私立学校不是盈利事业 法律的制度上 他也是非盈利事业 所以以至于这些教育部官员 如果要到私立学校任职 法律上既有是没有明文禁止 那我们看到这个观想 所以的确在潘文中 其实他在2016年 第一次担任教育部长的时候 上任后没多久 面对社会的抨击声浪 针对门声问题 他就回应 他要要求即将要来立教育部 修改教育部组织法 来针对教育部官员 先做特别的规范 里面如果是担任高等教育业务的 司长或者说是次长 这些高阶主管 不可以在退休后 再到私立大端业校任职 但很可惜这样的一个立法 后来就我们观察到教育部内部 我其实是没有真诚的支持 所以在立法院草草的一读之后 就开始负重了 直到今天 潘文中已经当第二次的教育部长 甚至最近内阁改组 不知道还会续任 但是这样的一个法案 结果就草草的留置在立法院里面 那潘文中任内这几年期间 又有十位新的 可能是教育部的司长 副司长或者是高阶的主管 纷纷退休后 还是到私立学校去认知 那我们不得不担忧 他对高等教育的监督 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因为现有的公务员 他要去监督既有过去的长官 他总是人情上面 或者在态势上面 就会趋于落实 那这是我们不得不担忧的问题 这当然反映出 华人社会里面的关系文化 特别是有所谓的长官 或学长学弟之间的这种关联性 然后对于这些官员 转任到私校去担任门神 这一部分跟整个的 台湾的这种所谓的教育经费 用所谓的竞争型的方式是有关的 因为当这些所谓的长官到了 这些师校 他比较了解教育部里面的运作 所以在过程当中要争取经费 或是知道什么样的门路 我觉得对很多的市立大学 是很容易的 其实很多的大学都 花很多时间在跟教育部做公关 做这样的一种关系的建立 那另外一部分也会跟刚刚谈到的 这个退场是有一些关联性的吗 的确因为我们知道刚才谈到说 退场的过程政府的角色很大 从说停招停办 因为它是涉及重大力 政府都要有审泊的空间 甚至如果你要改制其他的学校 或者改办其他事业 一样教育部在里面都是把关者 那所以我们觉得说 董事会或者学校会想要去争取 比较好的对待 这是人之常情 那关键点是做裁判的教育部这边 你不应该让人家有关缩的空间 那固然教育部可能都会说 他们是公正执行或者客观中立 那你就不要有一种让人可以去遐想说 我能不能借由影响你们的退休官员 来接触你们的机会 所以说退休官员在这里面 他的确要有连能致辞的一个自觉 那有些人他们会说 他们到私立学校也是在服务 让他的专业可以继续来协助 这我觉得他还是要思考到说 他以前是做裁判的 那你现在下场来打球 大家不一定是因为你球技好来聘你 可能考虑的是说 裁判会不会对你有比较友善的对待 那如果这样的一种做法没有被杜绝 球赛可能就变不好看了 大家都会质疑说 到底判的公不公平 那其实对高等教育真正是 按回归学术发展不是正向的事情 所以就像刚才讲退场的过程 其实我们看到像是台湾首府大学 最近要退场 也闹出了纷争 因为过去的董事会就有教育部前教育部部长 然后还有次长都参与在里面 甚至教职员跟我们反映 这些部长次长董事们在学校里面 就是作证主导 所以教职员说教育部那个地方 他们都过去很熟悉 所以学校在退场的过程里面 就是要听他们的 那教职员不要再额外来争取 别的这个相关的权利 教育部那边可能也不会配合的 那在这样的一种态势下 当然对教职员就是一个很负面的讯息 他们本来认为 找来的这些前教育部高官 是要协助这些教职员生 但结果不是 反而是帮助董事会在退场的过程里面 某种程度上在压抑教职员 维护他们的权益 同时甚至他们也担忧学校的校场 会不会因为这些高层的特殊关系 又被不合理的挪用 那这是我们在台湾首府大学已经看到的例子 我不是很喜欢谈道德的人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道德上面的问题 就是他你自己作为一个专业者 或者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那你用这样的方式去面对这些争议 或是在这种关系上面一直在玩弄 这是一个非常可疑的事情 那在今年的记者会当中 事实上在前两天也多开了一场 这一场的记者会 其实就是跟专案教师是有关的 刚刚谈到在很多的大学 为了要节省成本 他就是去聘一年一聘的专案教师 不过因为在高教工会 还有很多的团体 很多的专案教师的努力之下 教育部不是也已经做了一些专案教师的制度 评论制度的改善了吗 为什么你们还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多 同时又要召开记者会 准备要去提起诉讼呢 是 主要的原因是历来 刚才讲到说专案教师被滥用的状况很严重 其实我们目前大概 所有的新进的大专院校的老师 我们做了一种非正式的调查 超过五成以上 都被迫要先经历这个专案的历程 一年一聘的不稳定 甚至有人专案 一专案已经十几年了 就是说他一直都没有办法转正 然后伟大不掉 那其中又还有一种更不堪的状况是说 在专案的过程里面 他可能表现也都很正常 表现很好 但是因为他得罪了主管 可能例如说主管对他做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要他从事他教学研究服务以外 多余的不合理的工作的要求 甚至我们有听过要求帮主管写论文 这种事情 但你不遵从当然是作为一个资本正确的表现 但是因为他目前缺乏法律制度上的工作保障 这样的不遵从就会成为掌权者 欺压他的这个空间 这个不合理的介入的可能 像我们工会这过去几年至少有四位以上的案例 遇到这种主管类似侠院报复 那因为他不遵从 所以在一年一聘的时候就阻挠他续聘 那老师们当然是不服气 因为他可能教学评量都非常好研究其实也有产出 所以就进入到法院诉讼 到了法院摊开来一看 他发现才会预示到说我们签的契约或者说我们既有的法令 对专案教师是完全没有保障 法院就用契约的概念来看 既然是一年聘 那到期要不要续聘是学校的自由 往往都会判专案教师败处 当然还是有些胜诉的空间 所以至少就有两位 一位是在东华大学 一位是在嘉义大学 都很优秀的老师 因为这个在法院之中还暂时没有办法取得突破 所以他们到了这个最后阶段 就向司法院要提出了宪法诉讼 那宪法之中是我们一个新制度 但其实跟过去违宪审查类似 要挑战说我们的博利大学校务基因设置办法 还有我们的劳动基准法 让专案教师可以完全不受教师法 也不受劳基法保障的这种差别对待 他们质疑是违反宪法里面的平等原则 还有对工作相关权利的应有的基本的保障 那固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教育部在去年的确也推出了 刚才讲说在各界职一下 他们推出一个专案教师的聘任的实施原则 但我们检视里面的内容 他有正面的一面 例如他规定说专案教师 也要有社会保险 也要有劳工退休金 然后专案教师如果被资钱的话 也要给一年要给半个月的未住金 但是我们觉得这些保障都只是一个很形式性 他没有真正的切入重点 切入重点是我们刚才讲的 一个表现好的老师 他会不会获得基本的保障 有续聘的合理期待 假如一个表现好的老师 隔年到底拼任也是不确定 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审查他 那我相信很多人在权力的环境下面 他就会被刚才讲说 掌权的一方所操弄或压榨 最关键点我们是主张 他至少要比照像劳基法一样 要有解雇的时候要有基本的要件 你要证明他显不胜任 要证明他是不适任的这种状况 你才能够做解雇 那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劳动保障 其实所有的劳工都有 专案教师目前没有 很遗憾的教育部定的这办法里面 也是在这部分的落空 他们是继续维持着 对于工作保障与否 是没有任何具体的规范 是由学校自己来决定 那以至于尽管你有其他 例如说保障老师可以请假 有社会保险 假如老师真的遇到问题 他通常还是敢怒不敢言 因为他会担心 我努力出来争取权益 会不会明年的平均又没有 你知道今天为止 这个问题还是一个 没有清除对症下药的状况 这边其实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教育 是所谓的百年大计 也是一个国家发展 非常重要的基础 那这个基础能够发展的好或不好 事实上跟教育本身的稳定性 是有很大的关联性 那我们看到这个老师 在这种聘论上面 一种不稳定性 事实上会让老师不知道 我到底要不要努力或是这个努力 有没有成果 或者是我投入之后 我会不会隔年跟学生非常认真的 在指导一些论文 在做一些专案的计划 然后明天我就消失了 这个对学生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 不保险的事情 另外一种不稳定性 其实也曝露在这五大必病的其中一个 就是退休的不稳定性 就是对于未来的这种所谓的退休金的 这样的一个不稳定性 未来他能不能走得长远 他是不是得到保障 那我们看到在年改的这个部分 已经有了一些争议 在这一次的这个提到的这个公教退服 改成这个不确定给付心智 也是面临到同样的不稳定性的问题吗 的确是 就是刚才有提到 教育部和立法院 其实已经在前阵子了 悄悄的去年年底 就是悄悄通过 今年七月起新入职的公教人员 当然包括公立学校大专老师了 未来的退休金制度 就完全不再使用既有的确定给付制 过去的确定给付制 等于是用教师或者公教人员工作的年资 还有他最后的平均薪资 然后再乘以一个这个所谓的给付的比率 他会有一个稳定的 每个月后多少的这个退休金 那经过年改以后 实际上这个退休金的标准 已经大幅下降 目前是规定所得替代率 例如说以25年年资来说 基本上不可以超过五成 所以他有一个基本的规范在 但是这一个明年 应该说今年7月1号新入职的大专教师 他会面临的是比现行的标准 更差的一个退休金 因为他的退休金不再是既有 刚才讲说按照年资 然后按照薪金推算出来 他是变成是一个个人账户 每个月学校老师个人去存钱进去 然后经过投资 然后这个投资你可以选 比如说积极型就是风险比较高 你可以选稳健型 风险比较低 可能收益比较少 最后滚出来了一笔基金 变成你个人的退休金 你退休如果活得越久 基金用完了也就没有了 那如果这个或者说你投资的过程 风险比较大 遇到股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 你退休你会受损 所以我们基本上认为 这样一种不确定给付制 他完全是把投资或者说相关退休的风险 转嫁给受雇者这边自己来承担 那在制度的分析上面 他其实是对于受雇者自己在工作过程中 他会导致一个影响 是说这些受雇人员 特别他是公教人员 按理来讲本来比较被期待要公正客观 不要想自己的利益 他要去想是社会大众的利益 等于要有个利他的精神 像老师要主动去想是学生 而不是想自己能够存多少钱 他的这个制度会导致 不得不影响里面的公教人员 主动在在职的时候要去想的是 我未来的退休金 怎么能不能进入累 他真的要去想我怎么兼差 赚外快或者投资 他要想很多这些事情 那我们就担忧 这样一个制度反而会对我们的文官体制 造成一个不利不连结的影响 那很遗憾他教育部和权势部 应该也不是没有意识到 这会是个问题 但是他想的是说 采取这样的一个转嫁给 公教人员自己来承担的做法 其实他们政府的责任 就会大幅的减少 他只要现在提拨钱 但是提拨的钱 固然现在提拨比例 也不足 就是说不足以应付到 过去的退休金的比例 他们暂时也就没有责任 那交给公教人自己决定 投资的风险指数 你要赚越多 你就要承受越高的风险 那最后到底是多是少 你自己盈亏自负来承担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 当然就是我们是很担忧啦 但是已经成为了事实 这次谈到了五大必病 你们的副标真的很有意思 就是教育部开错处方 病情加剧恶化 你们一方面觉得教育部 是有在开除邦迁的 但是又开错了 那这个跟教育部 工会成立也在十年 然后跟教育部周旋了 那么久的时间 也提出了很多的建言 教育部其实也不是什么铁板 一块也不是木头 他们其实也看得出来 他们是有心 至少在某些的这些议题上面 他们是有在回应的 有在回应这个工会 提出来一些诉求 可是这个回应的方法 工会其实也不进来 还是那么的满意 怎么去评估教育部 在面对这些必病的时候的 一些态度 他们是真的有心 还是其实只是一个应付了事呢 OK好 我们还是先讲正面的 就是说其实教育部 他们有在改变 或者说我们政府在改变 一个很明显的改变是说 他的反应变得很及时 像现在我们早上开记者会 也许他下午就会写新闻回应 或者也随着网路媒体的快速 他们的公关各种反应很快 那所以说台湾也是一个 比较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它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民主发言快速的地方 所以政府他立刻要来回应 但是这个回应有没有对症下药 就才是真正考验的地方 我们看到的通告是说 这些问题教育部 也都了解很熟悉 他也都讲得出一套 初步的解决方案 但是他的实质内容去检验 似乎都没有真的足够解决 就像刚刚讲的专案教师的问题 因为他卡到的是 大学校长这一方 他们就希望要有 可以用完就丢 我可以随便让我挑选的劳力来用 那教育部因为结构上面 他们跟大学校长 其实是一个联盟的关系 理论上他是要监督管理的 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人员 算是流动性的互相轮替的 所以教育部始终对于这些 该要被监管的单位 他们没有一个铁碗的裁度 他们最开的处方 通常是不痛不痒 那这是一种原因 第二种原因是说 裁员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所以教育部常常遇到很多问题 例如刚刚讲的这些 公教退府金的问题 或者说专案教师 它背后也涉及到大学 有没有足够的裁员聘专任的能力 那或者退场过程 如果你政府要进场重新规划 其实它也需要一些出波的材料 我们其实台湾一个 很奇特的地方是说 我们经济表现 其实在世界上评比上来讲 算是相对好 至少GDP表现表象上很好 但是我们的公共服务的经费 却是长期都不足的 一端的低 所以教育部常常就说 他们没有钱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也就会质疑说 你为什么没有钱 你为什么不努力去要钱 为什么不像立法人要钱 你儿子都开一些 不痛不痒治不了病的处方 然后你放了这些问题 久了大家都好像觉得是一种 有点麻木了 像讲到高等教育 哪里会出一个问题 哪个学校又发生很必然 大家有一点就觉得 这些就是常见的啦 时空见惯 那你对于整体 不但是问题没有解决 对你的这个政权 实际上也没有正面社会支持度 为什么要这样放任呢 所以我们是认为说 他们有在改进 他们有在回应 但是似乎整体的方向或者那个实际的程度还不足够解决问题 那真的是需要我们更多的监督来促使他能够有效的对阵下腰才行 我觉得这边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点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经济成长是不断的在向上提升 然后我们在全球的这种经济成长的表现 特别在疫情这几年的表现也是这个让世界刮目相看了 可是回到这个当经济成长的同时 我们在公共支出上面 特别是教育支出上面 他事实上这个成长是有限的 然后在很多东西大家都很清楚知道是要用钱去解决问题 没有一些好的经济基础 很多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国家却往往在这种教育方面 或是文化方面的这种公共知识相对之下还是比较少 甚至他的成长的比例是让大家觉得说 哇怎么会是这样呢 所以这些问题不同一些根本制度上面解决 不从经济上面去解决 不从态度上面去解决 恐怕他会衍生出各种不同的变种 即使离开出了主方间 可是他可能会长出新的病毒 他可能会有新的变化 那这个新的病毒新的变化 会不会造成这个社会更大的伤害 恐怕都是让我们必须要值得去相对的 很担心的一个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博宜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让我们这个节目可以来针对这个问题 有更深刻的讨论 希望下次能够有机会再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谢谢博宜 我们下一次再会 拜拜 好谢谢钟翔 大家再见 辛苦了